好 接下來我們財經時間 今天有小畢喔 台積電昨天的這個股東會 股東問最多的啊 不是什麼製程啊 不是這個鼓勵啊 而是台灣的電力狀況 會缺嗎 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小畢 碧倩涵 的確這個缺電啊 缺水還有很多的能源問題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廠商 所以這個呢 政府說不缺電 那劉德英是怎麼說的 他說只能相信政府 可以聽得出來 他這個透露出 他無奈的一個心境啊 昨天是台積電的股東會 這個也是疫情過後 首次的一個實體會議 那股東們我覺得非常的專業 他們的問題真的是有備而來 不僅問地緣政治的風險 也問台積電會不會面臨 國內缺水缺電的危機 接下來也問到的是 台積電在海外佈局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先來統整了 針對這個缺電問題 股東們是怎麼問的 股東說是否會有缺電缺水 會不會台積電直接來投資 綠電呢 認為足夠的儲備 儲電的設備能夠來應付台灣電廠 假設真的會有被破壞的一天嗎 這些都是股東們的提問 那當然董事長劉德英就要來接招了 第一他說不會直接做綠電 因為台積電的專注在本業上面 不是去發展綠電的嗎 而是他需要透過綠電 來讓他的製程能夠不中斷不間斷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台積電在綠電方面 專業力是不足 所以他回答了股東的第一個問題 再來他也特別強調了 台積電在台灣 他們認為他們看到的狀況是 台灣綠電發展不夠快 比起歐洲比起美國相較來講是比較慢的 那現在看得出來台積電是卡在中間 如果買太多綠電的話 會讓其他的小廠商 其他人買不到 但是如果買太少的話 正在公司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達到ESG 也就是現在各國都在做的這個朝向 永續低碳來去邁進的一個腳步 所以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英 他就呼籲政府應該要來重新檢討能源 綠電的政策 那劉德英也說啊 如果你要有新方法來投資綠電的話 你就必須要讓廠商 能夠跟全世界來競爭 因為如果我們的腳步比歐美都來的慢的話 那廠商要怎麼樣向外來競爭呢 這個是他提出的一個疑慮 再來他也分享台積電願意協助買綠電 分享給一些比較小的供應商 重點是股東有問到 那台灣的電力夠嗎 來聽聽劉德英是怎麼說的 美國 據我們看到是沒有水電的風險 雖然最近Arizona聽說有點缺電 但是他們是有很多長期的計劃 所以他們是肯定我們有足夠的電 台灣其實台灣的政府也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台灣的政府認為我們電是夠的 那我們只能相信他 但是我們同時會盡量努力幫助他 讓這個promise是能夠達成 如果台灣電廠被破壞的 這我不知道您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是戰爭的話 覆巢之下無完軟 沒有人能夠對付的 這個我們只能是 應付這個電 電的輸送有一些 Mal function 有一些這個出狀況之下 那我們的發電機和這個UPS 就是停電裝載是可以應付的 那我們的柴油發電機有另外一個方形 就是台灣如果缺電的時候 缺電的時候 這個經濟部就會要求我們 柴油發電機開始開動 那所以我們柴油發電機就可以開動 大概暫時可以對付 10% 20%的這個缺電的狀況 但那只是一個短期的應付方法而已 不能夠應付台灣電廠被破壞的狀況 同誌底下劉德英說的 他說柴油發電機台積電是有的 而且如果假設真的有缺電 或是需要電的狀況之下 經濟部一聲令下 台積電就會來啟動這個柴油發電機 但是呢只能應付10%到20% 而且是短暫的供電 那他也說 政府如果認為電是夠的話 也只能相信了 但他有強調台積電公司這邊 會來努力讓整個產線 不要受到缺電的風險 而至於地緣政治的話呢 小股東也有提問啊 劉德英就說 不是企業或者是單一個國家能夠回答 甚至能夠左右這個地緣政治風險的 不過他也強調台積電並不是地緣政治風險的引爆點 也就是不管是中國大陸不管是美國 都不是因為要來搶奪台積電 而要去有雙方的一些爭執等等 不過他也再次的呼應國際以及回應小股東的說明 就是如果沒有晶片供應的話 他認為對於全球來說都是個大災難 所以回歸本業 劉德英認為只要台灣的半導體能夠做得更好 在中國甚至在美國之間 地緣政治風險之下 台灣的半導體就能達到一個穩定平衡的作用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 小股東還要持續的來提問了 包含像是台積電的總裁魏哲嘉有公開的提到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 會不會這個去台化 也就是很多的先進製程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都要往美國啊 或者是往海外來去蓋 那總裁魏哲嘉他就有特別強調說 台積電在先進的產能擴充上面 不只保證3奈米還有2奈米都會跟流台灣 而且接下來的這個新世代的1.4奈米 也會大量量產在台灣 股東還問啦 針對美國、日本、德國現在佈局的狀況是如何 其實劉德英有講了一個大白話 他說對於美國的晶片法案補助的條件 細項這麼樣子的多 而且看起來是針對 公司這邊是比較不公平的一些 他認為是有點surprise 有點驚訝的 那他認為接下來公司已經提了相關的疑慮之後呢 未來兩個月左右 會積極的來跟美國的商務部進行溝通 而回到了日本熊本廠 2024年量產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劉德英目前他們公司也正在評估說 是不是要設第二座廠 不過他也強調日本的話會以成熟製程為主 未來的話不會有先進製程 而對於大家最關心的德國設廠的進度是如何呢 台積電表示因為現在擔心當地的這個供應鏈 有出現一些落差沒有辦法銜接上來 因為大家知道 整個半導體 它是需要上中下游的 也就是你台積電就算過去 你中下游的一些廠商 他們沒有銜接上的話 對於整個生產線 這個效率還是會有問題 那他也說了德國政府 當地的政府也承諾未來會來協助建立 並且解決問題 例如說派大學生來台灣當交換學生 那台積電也希望是能夠取得德國政府 無條件的補助以及支持 還有股東關心的就在於什麼 股價跟配息啊 這個是最直接最了當的 那台積電這邊有說 因為過去這幾年啊需求大爆發 那現階段呢看起來是比較需要保守一些 所以台積電的今年資本支出的部分 大概會接近320億美元 跟過去可能動輒400億美元 相較下來是有明顯縮小一些 那他也強調投資是為了未來的獲利成長 所以他也向股東喊話說 雖然大家會覺得台積電好像賺很多 可是每一季配給股東的息 還是相較起來比較少一些 雖然在第一季的時候 這個配息是增加到了3塊錢 不過他也持續的向股東信心喊話說 股價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也請大家對於台積電要有信心 而且強調 未來每一年的配息12塊錢起跳 這個是沒有任何疑慮的 可以看到這場股東會呢 對外說明了很多 大家關心的重點之外 也對於股價信心喊話 以上是這節的財經資訊 歡迎收看 我們在這樣